两年前 因为梦想被嘲笑一事 陆飞和索隆在蘑菇镇白白被贝拉米一顿暴揍 有人说陆飞不和贝拉米这种人一般见识是正确的 毕竟用武力去让对方认同自己的梦想 这差不多就等同预认可了对方的一番说辞 也有人说陆飞完全没有必要白白挨打 他完全可以在贝拉米攻击他的时候巧妙躲开 这样我方逼格更高的同时 对方还莫名其妙变成了小丑 更有人说陆飞完全没有领悟到红发香克斯的装逼轻髓 香克斯面对山贼王希格的嘲笑虽然置之不理 但是他曾说过对方伤害自己同伴的话就另当别人 如若当时山贼王希格敢拿刀伤害本贝克曼的话 那么红发本人必定会亲自出手解决对方 陆飞模仿红发自己挨打也就算了 他还命令起来了索隆让其跟着他一起挨打 这样剥夺同伴还手的权力明显有点不太合适 对于哪一边的理论更为正确 我们就不做过多深度的讨论了 我们只简单聊一下这出剧情所衍生出来的三个假设问题 一个是如若贝拉米把纳美也揍一顿的话 那么陆飞到底会不会还手 另一个假设是如若是吃犬嘲笑陆飞梦想的话 那么陆飞本人到底敢不敢不还手 以及如若当时是贝拉米嘲笑黑胡子的话 黑胡子本人是否也会像陆飞一样乖乖挨打 首先是纳美挨揍陆飞是否会还手的问题 这个毋庸置疑可以百分百确定陆飞肯定会还手 因为女性角色一直都是海贼王战斗发生的导火索 东海篇章中纳美一哭恶龙遭殃 阿拉巴斯坦篇章中微微一哭老杀生天 司法岛篇章罗宾一哭陆其受罪 旅人岛篇章白星一哭霍迪凉凉 德雷斯罗萨篇章雷贝卡一哭明哥的下场也是凄惨无比 由此可见当时贝拉米若是敢把纳美给做一对门话 那么他本人八九不离十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紧接着是贝拉米换成赤犬的华陆飞又敢不敢不还手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找到一个嘲笑陆飞的强者对比以下即可 这个强者就是海贼王中教学能力手去一指的凯托老师 可知国编最开始的时候陆飞曾被凯托老师一招雷鸣八卦秒杀 当时凯托曾经丢下一句你要当生梦王来的嘲讽了陆飞 这里陆飞有很大概率没有听见 紧接着在回到大决战中凯托再次说了同样的话 并且还说陆飞组成同盟的做法就如同海贼过家家游戏一样 但是陆飞并没有出现不还手的情况 由此可见面对弱者嘲笑梦想的话陆飞有很大概率不会还手 但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人嘲笑梦想的话陆飞必定会还手的 不然不还手的话就被对方给活活打死了 最后再来说一下黑胡子是否会像陆飞一样乖乖挨打的问题 蘑菇镇中陆飞索龙挨完打后黑胡子忽然冒了出来 并且还发表了一句海贼王的智力名言流传后事 按理来说陆飞遇到志同闹合的海贼后应该会很是高兴 但是我们看到陆飞和索龙面对黑胡子的任何权程都板着脸 好像是非常讨厌黑胡子的样子 原因必是打全让自己给挨完了 必须让黑胡子给装上了 那么如此能装逼的黑胡子是否也会像陆飞一样乖乖挨打 答案当然是不会挨打 因为陆飞本人走后黑胡子遇到了贝拉米海贼団的萨奇斯 对方仅仅只是碰到了黑胡子的肩膀而已 但黑胡子立马一拳就将对方迅速撂倒 这里如若换成是陆飞的话 陆飞本人百分百不会因为碰一下肩膀就把对方一拳撂倒 由此可见黑胡子和陆飞的办事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的宗旨应该是对方嘲笑他的梦想的话 他可能会置之复理 但是如若对方敢碰他一根手指头的话 那么他肯定不会让对方有好果子吃的 最后我们也能够看出陆飞这种格局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比方说等级一百的你打游戏时遇到了一个一级的新人菜鸟 这个新人菜鸟一直说着嘲讽你的话语 普通人的话大概率会一套技能直接带走对方 像是黑胡子这样格局稍微高一点的话 可能不会去理会对方的嘲讽 但是对方嘲讽完之后还敢在他身上动刀子的话 大部分人也会像黑胡子一样狠狠教训对方一下 只有极少部分人不仅会对对方的嘲讽话语选择无视 而且还会任由对方宰割导致自己伤很累累 好了本期的水视频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